好了 主播 这起虐狗事件呢 疑似是发生在台中的大雅公园 当时呢 有三名年轻男女 在公园里头聊天 其中一名男子呢 突然就很用力地拉扯狗绳子 一只小白狗就被他拉得腾空飞了起来 我无法去 就再把他打下去 现场的民众呢 假装是在抓宝可梦 用手机录下了这段虐狗的过程 网友转述当时的状况 三人当中呢 疑似有一对男女是情侣 不知道什么原因吵了起来 男子突然就失控 把怒气发在小狗身上 请大家的是 动物保护法修订之后呢 涉嫌虐待刑则是很重的 这下呢 影片变成了现场的证据 恐怕警方也会介入调查